薄熙来岸于波未了,深度卷入薄熙来夫妇案件的两名要犯,薄家勤务员张小军和薄家前代子徐明,一个提前近四年出狱,一个却突然猝死在监狱。港媒认为,这背后隐藏着今天的阴谋与秘密。 近日,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报道,一名接近薄熙来家族的消息人士透露,曾经协助博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武德的博家勤务员张小军,已经提前出狱。 现年39岁的张小军出狱后,还参加了1月15日在巴宝山举行的博弈波死亡11周年的活动。知情人士说,这是张小军首次出现在这样的博家聚会活动上。他为博家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据悉,张小军不到20岁时就当上了中共元老博一波的警卫。博一波2007年病亡后,张小军继续留在博家,跟随博熙来到重庆,成为博熙来家的勤务员。 2011年11月,博熙来之妻博古开来伙同张小军,毒杀了与其有暧昧关系的英国商人海武德。 2012年2月6日,与博熙来翻脸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为了免遭被杀人灭口,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向美国提出庇护申请。 重庆事件爆发后,博古开来杀人案被揭开,同时博熙来、周永康、曾庆红、江泽民等将派人马,正在秘密进行的政变阴谋及火栅人体器官、贩卖尸体等惊天黑幕曝光天下。 2012年3月15日,博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被免去重庆副市长。 同年8月20日,张小军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于2021年8月刑满,博古开来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伟国等4人,因在海武德案中包庇博古开来,也分别被判刑5年至11年。 然而,博熙来事件中,有两个关键证人入狱后,下场却截然相反。 博熙来的前代子,前大连石德集团和石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在拒出狱不到一年时,于2015年12月4日突然死在武汉的监狱中,而博家的勤务员张小军却提前近4年出狱。 港媒称,张小军至少在2018年1月15日之前已经出狱。 徐明死亡的消息当时是由港台媒体曝光,而且他猝死后的遗体被迅速火化,骨灰很快运回大连。 官方通报说,徐明并发心肌梗塞。 但石德某高管向陆媒透露,此前并未听说徐明有心肌梗塞疾病。 石德高管及接近徐家的知情人士都表示,听到徐明去世的消息,都觉得太意外了。 知情人士曾向海外中文媒体透露,十年44岁的徐明,在死前两小时还在跑步,死后5小时左右几倍迅速火化,他杀疑云欲农。 港媒曾报道,徐明是薄熙来的钱袋子,掌握更多官员和明星们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除了给薄熙来输送巨额金钱以外,他还输送明星美女供薄熙来等高官享乐。 徐明还涉嫌参与了薄熙来、周永康、曾庆红、江泽民等主导的薄州政变, 曾替薄州发动政变出前收买海外媒体,攻击江派对手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北京高层。 同时,徐明还被爆可能掌握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家族的腐败内幕。 据多家陆媒披露,大连石德集团重组后的实际控制员戴永格,是徐明最信任的人。 而港媒披露,戴永格曾搭上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并与曾庆红的儿媳妇蒋梅等人联手大肆洗黑钱, 数额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徐明或通过戴永格间接掌握曾庆红家族的腐败丑闻。 近年来,中共航母编队频频绕台航行,有关中共要攻打台湾之说更是喧嚣至上。 针对这一问题,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2日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 不排除中共会攻打台湾的可能性。 1月22日,台湾谈话请电视节目主持人郑红仪开播新节目, 首集就专访总统蔡英文,当天郑红仪在脸书贴出访谈片段, 郑红仪询问蔡英文,你觉得中国会打台湾吗? 蔡英文回答,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 自蔡英文上台以后,因不承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台海的官方交流中断了,并且逐渐陷入了僵局。 中共不断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上对台施压。 19大后,中共的军机、军舰绕台活动更加频繁。 仅在1月4日,辽宁号就第三次穿越台湾海峡, 同一天中共单方面宣布启动M503北上航线, 引起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与抗议。 再加上朝鲜领袖金正恩肆无忌惮的狂射飞弹, 一再测试美国总统川普理线, 外界分析,不排除川普政府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而大陆一些受政府控制的网评原则不断鼓躁, 若美国对朝鲜动武,北京可能趁机攻打台湾。 1月上旬,旅台加拿大籍媒体人台湾守望总编辑扣密江, 在国家利益网站预测,一旦朝鲜半岛开战, 北京不会直接参战,而是会趁机攻打台湾。 他认为,中共军机过去几个月的绕台行动, 就是警告美国不要对朝鲜采取军事情动。 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瑞克·布朗则认为, 中共绕台行动的目的是给台湾施压, 意图攻立台湾,最终达到它武力攻打台湾的目的。 还有另一目的,就是帮助他的共产小兄弟朝鲜摆脱困境。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不断升级, 朝鲜几乎是陷入了绝境,金正恩政权随时会崩塌, 金正恩自己也承认现在朝鲜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 不过,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欧汉龙分析指, 从美军的实力来看,即使与朝鲜发生战争, 也不会影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中共不会那么蠢地选择冒险。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也认为, 如果美朝开战,仅这个大问题都会让中共相当头痛, 中共不可能再替自己制造一个难题。 去年11月,美国智库2049计划式研究员伊斯安, 在台湾2020台海安全论坛表示, 由于中共与周边各国的关系紧张, 以及中共内部危机, 中共攻台的计划几乎肯定会失败。 台湾领土有230英里长,90英里宽, 自从国民党在1949年退守台湾以来, 台湾军队一直在立兵莫马, 准备应对中共的入侵。 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对台湾有长期的战略计划, 但是要想打仗的话, 他自己后院会先起火, 是根本不可能打得起来, 本身国内内忧外患, 各种各样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 他想打台湾根本不可能, 因为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再加上中共军队贪污腐败, 军人都不愿意打仗, 中共攻打台湾等于是自觉坟墓, 他现在不过是在对外进行心理战, 宣传中共多么强大。 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斯安披露, 根据中共军方一份内部文件, 中共认为若攻打台湾, 美军100%会援助台湾。 针对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美国和台湾也在加强合作, 增加台湾的军事实力。 台湾除了从美国购买先进武器, 还拟定发展不对称作战, 准备筹建60艘游艇造型的 45吨隐形威型导弹铺击艇。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曾表示, 台湾正积极推动国防自主, 提升战力, 并且进一步强化联合作战能力, 完善整合作战指管与情坚贞系统。 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闭幕后, 港媒消息, 王岐山除了被任命中共国家副主席外, 还获准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但一些观点认为, 王岐山成为第八常委, 不符政治规矩。 对此, 东网21日评论说, 清楚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 这一安排早有先例。 中共第十九届二中全会十九日闭幕, 全会通过了你向全国人大推荐的下届国家领导人名单。 多家媒体报道王岐山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一职, 今后还将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1月21日, 东网评论说, 这个安排本在情理之中, 但一些人却认为不符政治规矩, 故意制造名不正, 言不顺地论调。 其实, 持这些观点之人, 不清楚中共党史, 也不清楚中共的政治规矩。 中共宪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 只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45周岁的中国公民, 都可以被选为中共国家主席、 副主席。 而且不需要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甚至不需要有中共党籍。 在年龄方面, 只需年满45周岁, 上不封顶。 从实践情况看, 国家副主席人选有很大的弹性, 既可以由中共要员担任, 也可以由普通党员担任, 比如容易人就是以红色资本家身份 出任副主席, 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央委员。 副主席也可以由接班人担任, 也可以由非接班人出任, 比如王震、 曾庆红和李源潮等。 评论说, 从中共党史来看, 王岐山出任副主席完全是顺理成章, 既符合宪法规定, 也符合中共的传统, 弹劾破坏规矩。 至于以非常委身份 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也早有先例。 中共十三大时, 万里以人大委员长身份 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时, 也不是政治局常委, 却经常参与政治局常委会的重大决策, 而邓小平则以军委主席身份 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王岐山被外界称为反腐沙皇, 打虎队长, 十八大后, 全力协助习近平铁腕反腐, 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中共官场一度流传凝见阎王, 不见老王的说法。 十九大闭幕后, 官方公布的新一届中央委员 及中纪委委员名单中, 没有王岐山。 王的中纪委书记 一职则由中组部长赵乐际接任。 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曾说, 王岐山未能在中共十九大上留任, 是中共派系斗争的结果。 《星岛日报》曾称, 王岐山并非落退, 将英习近平邀请担任国家副主席。 据称, 习王在政治理念上高度一致。 习此举不仅是高度 年的反腐成绩, 同时也希望继续以众王岐山的政治、 经济和外事经验。 联合报则称, 王岐山将会取代李源潮 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中共高层已研拟通过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 设计一个过渡性程序, 对王岐山做出适当的安排。 《南华早报》也援引消息指, 王岐山将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而且仍被赋予了出席 中共最高级别的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特权。 东网评论说, 王岐山作为民望极高, 能力极强的政治人物, 他具有多领域才能, 经济金融也是其专长, 而且具有宽广国际视野和外事经验, 如果能够以适当的方式 继续发光发热, 也是大兴事。 评论认为, 习近平对王岐山提名, 既是对他反腐工作的肯定, 呼应了民意的要求, 当然, 肯定也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 毕竟王反腐打击了一大批利益集团, 他们对王岐山恨之入骨, 但这些人不过是唐币当车而已。 为期三天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十九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决定, 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 意味着习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巩固。 另一方面, 会议强调设立国家监察系统, 加大力度打击腐败。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共有203名中央委员, 172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 会上强调, 应该设立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系统, 来打击腐败。 同时要对宪法做出适当修改。 根据二中全会会议公报, 此次修宪的方向是,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思想载入中共根本法。 去年十月的十九大赏, 中共修改党章时, 已经将习近平思想加入其中。 不少观点认为, 习的地位不仅超过了前任江泽民、 胡锦涛, 甚至超过邓小平, 比肩毛泽东。 邓小平理论是在邓去世之后才写进党章, 而江泽民、胡锦涛的名字 根本没有写入中共党章。 而习思想入党章是在任内, 且仅几个月又写入宪法, 无逢衔接, 通过法律形式进一步确立指导思想和核心地位。 中共人大2014年设立了国家宪法日, 并于2015年设立宪法宣示制度, 官员就职需宣示忠于中共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宪法修改后, 宣示将与效忠核心, 维护核心融为一体。 外界认为, 此次起思想又写进宪法, 势必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权力。 此外, 二中全会还强调, 设立国家监察系统, 来打击官僚当中的腐败。 而反腐一直是习近平第一任期的关键任务。 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这场反腐斗争将呈现新的色彩。 中央办公厅2016年11月份宣布在北京、 山西和浙江等地,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时。 当时有消息称,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取代中纪委的工作, 并整合多个反腐机构职能, 成为最高级别的国家监察机关, 堪称超级反腐机构。 2017年新华社刊文, 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政治机关, 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将监察委定性为政治机关, 外界认为这意味着其反腐工作建制政治腐败, 而政治腐败的背后涉及政变集团的篡权威胁, 因此不难看出, 习近平设立监察委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这样就可以定点清除政治对手。 3月份两会期间国家监察法要将出台, 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同时会正式成立。 港媒传出中共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被查, 据称范是由中共上将方峰辉咬出。 有港媒曾披露, 中共前军方总后副部长古俊山和前军委主席郭伯雄落马后, 为立功减罪咬出了许多人, 甚至包括江泽民与其情妇宋祖英。 南华早报16日报道称, 北京有关人士指, 关于范长龙被调查的报道, 在中国互联网上仍可正常打开, 显示官方没有屏蔽有关消息, 从侧面正视范长龙出事的概率较大。 香港苹果日报、星岛日报等多家媒体14日报道称, 刚卸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上将, 传已被军纪委立案调查。 消息人士称, 前军委委员房峰辉被移送军事检查机关后, 签出范长龙不少事, 中央决定把范长龙拿下。 1月9日傍晚, 中共官媒称, 房峰辉因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 被移送军事检查机关处理。 防备纸是郭伯雄的头码, 在郭伯雄的提拔下一路高升。 范长龙则是徐才厚的嫡系, 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上下级。 此前, 郭伯雄、徐才厚、 范长龙、 房峰辉等人, 都曾卷入政变传闻。 他们之间均在护咬中落马。 中共内部有举报揭发他人 及所谓坦白从宽的制度。 攀官咬出同党可以立功以减刑。 2014年徐才厚落马后, 港媒动向披露, 徐才厚交代了许多涉及郭伯雄的问题, 包括涉及买官, 卖官, 因中共军队实行双手掌制度, 晋升将军阶, 一定要两人共同签字同意, 方能过关, 所以郭伯雄也沾了大量钱财的光。 报道说, 郭伯雄于2015年落马后, 在监狱服刑期间, 每周上交的学习心得中, 不但自曝接受徐才厚转交汇款的详情, 而且还咬出江泽民, 把军队辩制问题归咎于江泽民对军队的领导。 据披露, 郭伯雄, 徐才厚之所以被扳倒, 是因原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 及两位少将招供, 只称徐, 郭收惠卖馆。 古俊山是徐才厚的心腹, 曾八年连升五级, 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从校官升为中将。 古俊山落马后, 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足以指控他背后那些强大靠山的信息。 据美美披露, 古俊山攻出了几乎所有人, 被古俊山咬出的除了徐才厚, 郭伯雄外, 甚至还有江泽民与其情妇宋祖英。 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曾披露, 2014年5月9日, 王岐山到301医院聆训才厚, 徐交代了其曾几次挪用军费, 赞助宋祖英在悉尼、 维也纳和美国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 郭伯雄和徐才厚二人军事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军中代理人, 大肆卖官, 倒卖军火敛财, 在中共十六大协助江泽民发动军事政变, 使江留任军委主席。 2004年, 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后, 通过郭伯雄和徐才厚架空胡锦涛军权。 2015年9月1日, 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续杂志称, 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 薄熙来、郭伯雄、苏荣等大老虎, 除了要夺权外, 还疯狂敛财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而他们都受曾庆红、江泽民大力提拔。 中共十九大之后, 官方多次点名批评徐才厚、 郭伯雄、周永康等人因谋篡党夺权。 时政评论家李天校分析说, 江泽民集团的罪行主要体现在, 政变、巨额贪腐、大规模杀害民众, 包括活摘器官、出卖国土等等。 对江进行抓捕和判罪是理所应当的, 是民意和依法治国所要求的, 而且目前证据的采集和法律诉讼程序都基本完成。 不过,在抓捕首犯江泽民、曾庆红上, 习近平被认为犹豫不决。 李天校说, 习对江和中共网开一面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中共垮台, 习将承担中共和江市集团罪责, 而习反复打江一路有惊无险是因顺令天义民意, 一旦保江保共江义天义民意, 凶险接踵而来, 此外,江派也绝不会就此放过习。 因此, 除恶务尽继续反腐, 抓捕江曾, 进而抛弃中共, 是习近平能化险为夷, 重建中华民族大业的唯一出路。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自落马之后, 不断被官媒追打揭批。 在此前中共官媒通报孙的罪名中有慵懒无为, 但重庆官方日前公布孙政才的新罪名, 执其微博政绩, 在抚贫工作中盲目感尽度导致大面积造假。 这些年大量的中共官员因腐败落马和非正常死亡, 除了因为这些人作恶遭到报应的因素之外, 也未尝不是中共为政权稳定抛出的替罪羊和替死鬼。 1月19日, 中共重庆市纪委宣传部公号刊文称, 孙政才公然违反习近平的指示, 部署抚贫工作急于求成, 造成严重问题。 2016年1月6日, 习近平在视察重庆时强调, 扶贫开发药量身定做, 对正下药, 既药房不私进取, 等靠药, 又药房压苗助长, 图虚名。 但孙政才随后确立脱贫贫攻坚赶前不赶后, 将检贫消耗任务重点安排在2016年度, 导致各区县压苗助长, 让扶贫工作流于形势。 文章举例说, 为了表公, 有的区县玩数字游戏, 收入账造假, 有的区县在贫困互微房外刷漆, 蒙混过关, 有的区县官员走过场, 民众称表上有其人, 家里没其影。 对此,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强调, 要肃清孙政才在脱贫攻坚领域造成的恶劣影响。 从慵懒无为, 沉迷游戏, 到盲目感进度, 官方对孙政才的定罪可谓南辕北辙, 释放出混乱的信息。 中共官媒对孙政才的报道, 一方面反映出中共如今面临统治执政危机下的恐慌心态, 对几乎全都是两面人官员难以控制的无奈和焦虑, 另一方面, 孙政才被官媒追打, 也是如今中共官场现实的写照。 在中共特殊激情的政治环境和官场中, 上至国籍高官, 下至基层科古籍小利, 如果先要获得升迁甚至是生存, 都需要有背后靠山, 都需要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圈子里选边站队。 特别是十八大之后, 中共政治舞台上主要的博弈双方是习近平阵营与江泽民集团。 这几年落马的大部分高官都为江集团成员。 究其根本, 孙政才的问题不是慵懒无为, 也不是亚苗助长, 图虚名, 而是选边站队在江泽民集团一方。 十八大之后, 中共官员自杀, 被自杀等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 仅十九大之后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传出包括军方上将张扬在内的多名高官自杀的消息。 中共官场这种残酷危险的现状, 还不仅仅表现在选边站队这一方面。 即使官员选边站队正确, 但是风险和生存危机也丝毫没有减少。 由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和国家, 民众的利益根本对立, 中共官员的政治行为从最后结果上讲, 大都是危害社会和民众的。 由于泄魔杀驴是中共惯用的招数, 中共官员无论怎样卖命为党工作, 当中共执政危机到来, 需要抛出替罪羊的时候, 是毫不犹豫和手软的。 这样的例子从历史, 现在,比比皆是。 从更大的角度上来讲, 在中共体制中的所有官员, 只要中共的体制和政权存在一天, 他们自然就要承担一份中共政权犯下的罪恶, 也继续蒙受身为中共一分子所带来的耻辱。 那么, 如何脱离中共这个罪恶的组织, 生死攸关, 最起码要先做到从心灵上的脱离。 另一方面, 中共官员贪腐和官商勾结已经成为官场常态 和并形成腐败文化, 中共破坏道德基础的同时缔造了大批国家 驻重复尸国家和中共体制, 如同癌细胞组织一样, 最后全身溃烂而亡。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补瑞哲也认为, 如果美朝开战, 仅这个大问题都会让中共相当头痛, 中共不可能再替自己制造一个难题。 去年11月, 美国智库2049计划是研究员伊斯安, 在台湾2020台海安全论坛表示, 由于中共与周边各国的关系紧张, 以及中共内部危机, 中共攻台的计划几乎肯定会失败。 台湾领土有230英里长, 90英里宽, 自从国民党在1949年退守台湾以来, 台湾军队一直在立兵默马, 准备应对中共的入侵。 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对台湾有长期的战略计划, 但是要想打仗的话, 他自己后院会先起火, 是根本不可能打得起来, 本身国内内忧外患, 各种各样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 他想打台湾根本不可能, 因为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再加上中共军队贪污腐败, 军人都不愿意打仗, 中共攻打台湾等于是自觉坟墓, 他现在不过是在对外进行心理战, 宣传中共多么强大。 美国智库研究员易斯安披露, 根据中共军方一份内部文件, 中共认为若攻打台湾, 美军100%会援助台湾。 针对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美国和台湾也在加强合作, 增加台湾的军事实力。 台湾除了从美国购买先进武器, 还拟定发展部队趁作战, 准备筹建60艘游艇造型的45吨隐形威型导弹, 薄熙来按鱼波未了, 深度卷入薄熙来夫妇案件的两名要贩, 薄家勤务员张小军和薄家前戴子徐明, 一个提前近四年出狱, 一个却突然猝死在监狱。 港媒认为, 这背后隐藏着今天的阴谋与秘密。 近日,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报道, 一名接近薄熙来家族的消息人士透露, 曾经协助薄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武德的 薄家勤务员张小军, 已经提前出狱。 现年39岁的张小军出狱后, 还参加了1月15日在八宝山举行的 薄义波死亡11周年的活动。 知情人士说, 这是张小军首次出现在这样的薄家聚会活动上。 他为薄家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据悉, 张小军不到20岁时就当上了中共元老薄义波的警卫。 薄义波2007年病亡后, 张小军继续留在薄家, 跟随薄熙来到重庆, 成为薄熙来家的勤务员。 2011年11月, 薄熙来之七伯故开来伙同张小军, 毒杀了与其有暧昧关系的英国商人海武德。 2012年2月6日, 与薄熙来翻脸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 为了免遭被杀人灭口, 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向美国提出庇护申请。 重庆事件爆发后, 薄谷开来杀人案被揭开, 同时薄熙来, 周永康、曾庆红、 江泽民等将派人马, 正在秘密进行的政变阴谋及火栅人体器官, 贩卖尸体等经天黑幕曝光天下。 2011对台施压。 19大后, 中共的军机, 军舰绕台活动更加频繁。 仅在1月4日, 辽宁号就第三次穿越台湾海峡, 同一天中共单方面宣布启动M503北上航线, 引起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与抗议。 再加上朝鲜领袖金正恩肆无忌惮的狂射飞弹, 一再测试美国总统川普理线, 外界分析, 不排除川普政府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而大陆一些受政府控制的网评原则不断鼓躁, 若美国对朝鲜动武, 北京可能趁机攻打台湾。 1月上旬,旅台加拿大籍媒体人, 台湾守望总编辑扣密江, 在国家利益网站预测, 一旦朝鲜半岛开战, 北京不会直接参战, 而是会趁机攻打台湾。 他认为, 中共军机过去几个月的绕台行动, 就是警告美国不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瑞克布朗则认为, 中共绕台行动的目的是给台湾施压, 意图攻立台湾, 最终达到他武力攻打台湾的目的。 还有另一目的, 就是帮助他的共产小兄弟朝鲜摆脱困境。 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不断升级, 朝鲜几乎是陷入了绝境, 金正恩政权随时会崩塌, 金正恩自己也承认 现在朝鲜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 不过,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欧汉龙分析指, 从美军的实力来看, 即使与朝鲜发生战争, 也不会影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中共不会那么蠢地选择薄熙来输送巨额金钱以外, 他还输送明星美女龚薄熙来等高官享乐。 徐明还涉嫌参与了薄熙来、 周永康、 曾庆红、 江泽民等主导的薄州政变, 曾替薄州发动政变出前收买海外媒体, 攻击江派对手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等北京高层。 同时, 徐明还被爆可能掌握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家族的腐败内幕。 据多家陆媒披露, 大连石德集团重组后的实际控制员戴永格, 是徐明最信任的人。 而港媒披露, 戴永格曾搭上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并与曾庆红的儿媳妇蒋梅等人联手大四洗黑钱, 数额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徐明或通过戴永格间接掌握曾庆红家族的腐败丑闻。 近年来, 中共航母编队频频绕台航行, 有关中共要攻打台湾之说更是喧嚣至上。 针对这一问题,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2日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 不排除中共会攻打台湾的可能性。 1月22日, 台湾谈话请电视节目主持人郑红仪开播新节目, 首集就专访总统蔡英文。 当天郑红仪在脸书贴出访谈片段, 郑红仪询问蔡英文, 你觉得中国会打台湾吗? 蔡英文回答, 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 自蔡英文上台以后, 因不承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台海的官方交流中断了, 并且逐渐陷入了僵局。 中共不断在政治、外交、 经济和军事上。 12年3月15日,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 王立军被免去重庆副市长。 同年8月20日, 张小军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于2021年8月刑满, 伯谷开来被判死刑, 缓期2年执行, 同时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伟国等4人, 因在海武德案中包庇伯谷开来, 也分别被判刑5年至11年。 然而, 薄熙来事件中, 有两个关键证人入狱后, 下场却截然相反。 薄熙来的前代子, 前大连石德集团和石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 在拒出狱不到一年时, 于2015年12月4日突然死在武汉的监狱中, 而国家的勤务员张小军却提前近4年出狱。 港媒称, 张小军至少在2018年1月15日之前已经出狱。 徐明死亡的消息当时是由港台媒体曝光, 而且他猝死后的遗体被迅速火化, 骨灰很快运回大连。 官方通报说, 徐明并发心肌梗塞, 但石德某高管向陆媒透露, 此前并未听说徐明有心肌梗塞疾病。 石德高管及接近徐家的知情人士都表示, 听到徐明去世的消息, 都觉得太意外了。 知情人士曾向海外中文媒体透露, 10年44岁的徐明, 在此前两小时还在跑步, 死后5小时左右几倍迅速火化, 他杀疑云欲农。 港媒曾报道, 徐明是薄熙来的前代子, 掌握更多官员和明星们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除了给